大家好 过去的12个月疫情非常的凶猛 那我们又能在疫情中学到什么 今天是2月25日星期四 我是麦克 感谢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中的热门话题 那相信我不用再多说 大家都应该知道在过去的12个月 由于全球疫情的爆发 使得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很多 不仅仅是健康上 有可能是经济上 有可能是家庭上 也有可能是生意或者是工作上 当我们呢很多时候由于是财经节目的问题 我们往往谈论呢 谈论到的话题 也许是和经济和财经有关 我们听到的很多呢 是比如说是相对于比较好的消息 比如说是印钱了 比如说比特币涨了十倍 比如说特斯拉的CEO成为世界首富 又比如说某某某的股票又到了什么什么价格 这似乎一切在金融市场上来看 在过去的12个月 并没有准确的反映出这个疫情所带来的一些灾难 大家如果仅仅从这个股价上 或者从各种产品的走势上来看呢 似乎一切都在变好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如果我们打听一下周围的朋友 很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工作 也很多人呢 也许家人也因此失去了健康 所以对于疫情来说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 只是从表面的数字上去看待它 更多时候呢 我们要从身边的朋友 更多的从感性或者说人性的角度去判断 当然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并不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要归一佛门或者是新封上帝 我们的重点呢 是想跟大家说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不断的反思 在重大的变化来临之后 我们是否做出了改变 很多朋友呢都在说过去的12个月 比如说疫情在去年的时候 很多时间都是封城在家 觉得呢事实都很无聊 也不知道呢 即便是要投资股市 也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板块 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啊 往往机会也许就是在我们身边 设想一下 如果在去年这个时候 不论是中国还是全球 都是严格的封城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 手里握着大量现金的那些对冲基金 那些天使的投资人 他们会选择什么行业 他们会选择哪个板块 我们是否有想法 其实呢这个答案并不是很难回答 它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也不需要你保读金出 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 不妨回忆一下 在去年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每天封闭在家 每天你的生活改变了多少 是不是早上的上班 由原来的坐火车 现在改为每天早上 打开视频的工作会议软件 到孩子原本是上学的时候 现在孩子呢也是打开了远程教育软件 到了中午的时候 由于太忙而来不及做饭 那你又会打开这个外卖的点餐软件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还是一样 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呢 把原来的实际的去商场 去商店 去酒店 去酒吧 换成呢 线上远程电话 所以这些行业 就是过去12个月爆发最强烈 在我看来也正是那些投资人 那是天使基金人 他们愿意所博取的那些行业 所以很多时候啊 往往机会呢 就是在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如果你把我们过去12月的生活写下来 用的最多的那些事 如果列一张表 对比一下咱们周围三四个朋友 每个人写20个用的最多的是 这三四个人中间 如果发生了重叠的事情 那么 那个公司 那个产品 我相信 就会广泛的运用率 几乎是所有普通人中间 所以说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中 比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会议视频软件 ZOO 教育软件 包括订餐软件 他们公司的股价 也是在过去12月中 涨价最多的之一 那么今天再来一个话题呢 是有关石油价格的 很多朋友在问到 油价为什么能够从过去一年前的 几乎是零甚至有一天是负数 涨到现在的62美元 那么 除了疫情在逐步好转全球的经济 正在恢复这个重要因素以外 另外一个因素 也是我们可以从新闻中获得的 就是美国那边的暴风雪天气 因为美国的暴风雪天气的缘故 因此呢 它能源最大的产出 也就是德克萨斯州全面出现了停电 以及呢 这个包括了石油运输暂停的情况 也导致呢 美国的产油量每一天少了整整200万 比沙特呢 他们那边的原油出产国 预计的减产量要多出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全世界油价 出现急剧上涨的一个重要点 那我说明原油价格的这个举这个例子 也是说明啊 很多时候啊 这个机会和消息呢 其实它就在我们的新闻中 在我们的身边 相信大家一定看过很多有关 美国大学的新闻也好 微信转发也好 或者是朋友的口述也好 但是有多少人会联想到 由于大雪封城导致石油无法出产 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 并且能够成功的使用在投资和交易上 那我相信 你就会是结束仙灯的那一部分 少数人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